這個是我去澳門的時候 澳門的朋友跟我說的 據說澳門獨查有豆風水的傳說 各位聽說過吧 你們有沒有親自看過他們的豆風水 這就是豆風水 這一家叫什麼 這一家叫什麼你知道吧 有去澳門的人 永利 這一家叫永利 永利他前面有一塊這個東西 他距離他的樓有一段距離 然後就是他的大樓前面是一個水池 水池的另外一邊就是站著這一根 然後這一根呢 他們說他是一根一把斧頭 然後他砍向哪邊呢 他們他 砍向對面的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是另外一個賭場叫浮晶 浮晶知道嗎 很有名對不對 浮晶是一個比較新的賭場 然後永利這把斧頭 據說就砍向這個浮晶 是他們兩個距離應該也有兩三百米這麼遠 有一個相當長的距離 好 然後浮晶呢 他就拿了一塊盾牌擋在前面 據說就是要擋住他這根斧頭 然後呢浮晶除了弄這個斧頭之外 他還弄了在斧頭背面還藏了很多的劍 準備要去跟對方廝殺 那這就是所謂這兩間房子的鬥風水 好 那麼我們剛剛聽過了一些風水相關的知識之後 那各位可以來了解一下 這幾個到底他是不是都溝通 來 第一個 他的這一把斧頭會造成什麼影響 我們剛剛不是講過逼刀嗎 他是會造成氣的混亂 對不對 他造成氣的混亂會對誰造成影響 其實他距離自己比較近 他距離對方距離浮晶其實是有一段距離的 距離自己比較近 事實上他真正的影響到什麼事情 所以我想這個鬥風水的傳說應該也就只是傳說 事實上以風水的角度來講 以科學的角度來講 他對於對方距離如此遙遠 這個距離大概 有一段距離喔 大概隔了兩個路口吧 那你說他砍得到他嗎 我是覺得比較難 而且你說那個氣在這邊距離弄遠 他這邊造成氣的破壞會不會傷害到他 我覺得是很難啦 所以我在想 福晶有必要拿個盾牌來擋嗎 似乎也沒有必要 對不對 那福晶這邊有一堆劍 這些劍 你說他對於風水有沒有傷害 一定有傷害 傷害到誰 傷害到隔壁這些無辜的冥法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他會造成氣的破壞 而且這些東西 我們說他尖型的東西屬不住 所以他會容易引起對面的一些問題 那這種 因為他才很有尖 而且還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對面黃金據說的都不太好 而且他這個呢 這個還是一整圈的喔 然後我們來看下面 我們再來看一下下一張 這一張 其實剛剛的這一棟浮巾 在這一棟浮巾的對面 兩個之間相隔一個馬路 那個馬路只有來回各一線道 非常小的馬路 等於是說那個馬路你走路如果走過去的話 大概五步就走不到了啦 很小的一個馬路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實你說普京拿這些劍去展示有力 事實上 距離他最近的老公家 反而是被影響最大 同意吧 他的這些劍 其實距離他這麼近的這一棟浮巾 他受到的影響其實反而比較大 然後澳門人就說 其實這個設計還是有道理的喔 好 因為上面這一個它是火 它是間勤的水貨 對不對 好 下面這棟房子它是方勤的水貨 所以火生土 所以他們說 因為這棟是媽媽嘛 這棟是舊的 然後這棟是孩子 這棟是新的 所以他說這個孩子去生媽媽 火生土 那我覺得 對我來說 其實以風水的氣的理論來講 這個東西對於氣的影響是不好的 然後以形的影響來講 當然可以說火去生土 以形來講 這樣講是講得通 但是到底形的影響大呢 還是氣的破壞影響大 我想各位先生應該會有個答案 好 這是所謂鬥風水 好 接下來我剛剛講到了明堂 我剛剛講到 入抽是對於明堂之氣造成破壞 什麼是明堂 明堂就是我家門口的這一塊地 明堂有什麼用途 它要讓進入我房子的氣 是一個穩定的氣 所以明堂要夠快 夠大 有一個標準尺寸要求 然後這時候進入我房子的氣 它才會 進入在明堂 經過沉澱之後 這個氣才會穩 OK 所以你如果是住大樓 拜託你千萬不要找一個門口直接接著馬路的大樓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大樓根本就沒有明堂 如果你是自己獨棟獨院的 前面這塊空間也要夠大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明堂 這個也是在延安西路拍的一個照片 這是一個老房子 明堂有分成萬明堂 中明堂跟內明堂 萬明堂指的是漸天的這塊房地 你看這棟房子外面是不是 這一塊是不是屬於漸天的空地 還蠻大的喔 還蠻大的喔 好 然後接下去 它不見天的這一塊 屋檐遮到這一塊叫中明堂 所以它中明堂還蠻漂亮的 好 然後 所以中明堂它有文氣的作用 所以我們看古時候比較大貨人家的房子 他們的設計一定會很快是屋檐下面的這一塊 對不對 並不是為了氣派 不是因為這樣子比較好看 而是因為他們知道要有這塊地方作為文氣的作用 這是刺骨風水上的要求 好 然後 另外我也看到這個在延安西路上的這個房子 我覺得它設計是非常巧妙 他們呢 外面你看 馬路就是這人行道是漸天的部分 漸天部分就是萬明堂 對不對 但是一般我們的店面是不是 人行道之後 我們的門就直接接著這個 接著這一個人行道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缺乏一個中明堂 它就自己去造出那個中明堂出來 它是不見天 尺寸也還算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家它特地去做這樣設計 其實它是有經過考慮的 好 來 再來 像這種房子 這裡是不是漸天的部分 是不是叫萬明堂 這個就是我們人行道的部分 所以我們的車道 接著人行道才接著房子 這個設計是好的 因為車道帶來是亂人氣 對不對 亂人氣要進入我們房子之前 我希望它能夠穩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才會需要人行道 所以這個人行道 尤其是人行道如果夠寬 它會讓進入房子的氣能夠穩定 好 但是現在就很怕啦 現在人行道才被停了一堆車 還停了一堆小黃 小藍 對 那些其實對於氣的運行 都是很破壞的作用 所以 如果你家門口本來是有名堂的 你們可以看到很多小區啊 本來門口的名堂都很漂亮 然後你就變停車場 停汽車 停摩托車 停電停車 停小黃 停小藍 停摩拜 對不對 好 那些都是破壞 好 然後這一個是 這個是屋簷 對不對 照理說屋簷的下面 這一塊就叫做鍾名堂 對不對 照理說這塊鍾名堂 也可以幫助我把氣吻下來啊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房子 很多的房子的設計 它們都有屋簷 很多人會把招牌 刻意往外塗出來一遍 對不對 目的是什麼 其實 目的當然除了說 我讓招牌更明顯之外 屋簷除了有遮雨的作用之外 事實上它也有造成一個鍾名堂的效果 但是這裡他們犯了一個禁忌 因為氣 它看到樓梯就會想爬 我們房子進 氣進來之後 它會爬樓梯上到樓上 所以樓層越高 氣就越弱 因為氣爬樓梯爬那麼久它會累 所以氣越爬到高樓的樓層 樓層越高氣越弱 所以房子越高生了小孩就越少 因為氣怎麼健康 氣怎麼能定 所以古時候貧乏身份很多 對不對 現在樓層越高住的人越少 好 那氣它的特性是 他看到樓梯他就會爬 他如果不爬樓梯 他如果進入室內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氣既然爬樓梯了 氣就會動 所以你看 中米糖應該是氣的地方 對不對 結果它現在弄樓梯 那那個樓梯是不是使得氣在那邊動 所以它的中米糖不但沒有形成聚氣氧氣的效果 反而還讓氣在那邊動 使得我房子收到的氣是一個浮動的氣 是一個不穩定的氣 所以像這樣子的設計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如果你家要開一個店舖 你有一個店舖 你人口是這個情況 我就會建議你 至少要把它抹緊 解決把它填平 我寧可讓人跨上去的時候 一步稍微跨大一點 樓梯不要那麼多接 至少在我中米糖的部分 屋簷蓋住的部分 它的地面是平的 所以就為什麼 原因很簡單 我希望氣能夠穩定 我能夠收到有穩定的氣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家店面 這兩家店面你們看有什麼不一樣 哪一家比較好 全家 全家 大家都知道 好 原因是什麼我就不用說了 它的前面這塊米糖比較漂亮 當然這兩家當然他們屋簷下面這一塊都沒有結體 都還可以 但是畢竟它比較小 畢竟它比較大 這邊是外面的氣 具體之後要把樓梯到這邊 再重新進來一次 這邊呢 事差其餘這一塊就已經夠了它去一起了 好 這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好 這一個你在田子坊 我不知道這家店現在還有沒有開著 呃 有嗎 有人去看過嗎 蛤 還開著 好 它 這一個地方它都是水喔 這兩邊都是水喔 抽乾 抽乾 抽乾了 現在抽乾了 誰 誰教它的 呃 不行 反正只要 反正有魚沒有魚都沒關係 只要是水就不好 可是有的魚這個水不是就動起來了嗎 但是水會引氣啊 我剛剛其實你剛剛可能沒有聽到 我們在講的就是說風水的重點就是說 我們要利用天地之氣 而這個水它會把氣帶走 會把氣吸走 所以你這兩邊水它就會讓氣 就會讓氣進不了房子裡面 氣進不了房子裡面你就不好 你這個房子就等不到天地之氣 所以你在裡面的人健康會不好 思緒會不好 簡單講 財運就會不好 好 好 那 這一個也是 這一個是在上海開的一個房子 這裡本來是一個 萌萌萌萌培訓中心 然後呢 當然大家都知道 看起來就是關掉 好 門口的水局 其實 對於 防折器的破壞 這個例子我實在 非常非常多啦 隨便到處看 到處都可以看到這個例子 那你看一下 這一灘水還是死水 如果它是一條河流 慢慢的流過 那還好 因為河流會把氣帶來 但是這個死水它就會把 正常的氣給它吸引進去 房子本身得不到氣 房子就不好 好 剛剛講了很多有關這方面的例子 這個是永利 剛剛那個賭場 然後呢 它門口就有一大灘的水 一個很大的水池 那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水池是旺財 事實上不是 水池它會把房子該得到的氣把吸走 所以其實永利的聲音 一直都出門途徑 然後呢 這個水局 不但它是一灘水 它還會噴 噴的水 噴起來水花 它就會對於氣產生的 更嚴重的破壞 所以噴泉就會對氣產生的破壞 所以它造成的影響會更大 那門口這一 這一個 這一池的水 我覺得它唯一的好處是什麼 唯一的好處是把它門口那把刀 造成的氣 造成的破壞的氣 把它給劃清掉 我覺得它唯一的好處是在這裡啦 其它的其實找不到什麼好處 然後 再次感謝咪尤記提供的照片 這是新西蘭很美麗的照片 那據說歐洲人就喜歡住在這種懸崖邊 喜歡住在山坡邊 風景很漂亮 但是 第一個 它沒有泥塘 泥塘下陷 它就變成一個聚氣氧氣的地方 第二個 泥塘下面直接就是很大的水局 它會對氣造成一種拉影的作用 它又不是一個很和緩的河流 對不對 它這是一個海域 所以說這種房子雖然說它是天價 但是各位都知道 它只能來做什麼用 做度假用 人如果長期住在這邊 思緒就不會太清楚 睡眠也不會太好等等 所以它距離下陷的山坡如果太近 尤其是如果我的門口直接對著就是這個懸崖或是山坡的話 那我根本就得不到一個正常的氣氛進入我房子 那有人就問了 如果我的房子是散過來 我的背面直接對著懸崖 我的門在另外一邊可不可以 不好 為什麼可不可以 這都是 做這種設計都是 明堂 就是沒有明堂 明堂下陷 沒有明堂是一回事 沒有明堂有可能是前面直接是馬路 明堂下陷它造成很過壞 會比沒有明堂更厲害 好 然後這個是在上海某某小區拍照的照片 我想各位應該非常常見這種情況 尤其是上海中的老工房我們很常見 但是有些老工房的這個門還稍微大一點 有些老工房的這個門真的很小很小 像這個我拍到這個例子 就是真的一個很小的門 這個有多矮呢 這個地方有多矮 這個地方有多矮 就是我手伸起來就這樣 就摸到了 就沒了 所以它的高度根本就只有1.8而已 那它根本不符合一個氣 注意運行的空間的標準 那加上進門的這一塊也很小 所以它外面 你看它有中米堂對不對 它也有完整的外面堂對不對 但是它一進到房子裡面 這個地方很小 所以它的氣要進去 各位要知道氣是一個大胖子 它要進到這個地方 它本身就會進不去 所以據說像在住在這裡面的人 其實我經常遇到這種情況 我去當場下羅牌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 當場我下羅牌的時候 羅牌就會告訴我 氣在這邊就會告訴我 氣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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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會告訴我這個狀況 結果氣會不足 然後當然越高羅牌 氣就會越不足 那怎麼辦 那你就說老工房都不要買啦 那我們只能說一句話 在上海這種寸土寸基的地方 各位如果預算不夠的話 那還是必須要講究 因為我們只能說這叫做缺點第一 對不對 那它還要配上其他的缺點 才會形成比較大的問題 那如果單純你這個缺點來講 我只能講說它靜氣不足 靜氣不足 你來當住家沒關係 你回家睡覺 反正就睡覺 對不對 如果你要拿這個地方來辦公 那很可能你獲得氣不足 你的思緒就比較沒那麼清楚 好 實地測量出來 這一種這一種粗掛 粗掛是一個比較嚴重的狀況 嗯 照理說我們羅牌在兩個時候 我們如果面向同一個地方 它應該指針是指向同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這個方法是南北向 那就是南北向 對不對 南北向我在這裡量跟在這裡量 再往裡面去走 我在門口量或是在裡面 或是更往裡面走 量到的應該是有一條線 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羅牌會感受氣的變化 所以 當我走到裡面的時候 它有所偏差 偏差一兩度都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它偏差度數多了 它就會從坎掛變得到前掛 那變成 各位知道一個掛位是45度 那 它 出了掛的 它偏差比較多 那就是羅牌告訴我們 它的氣已經出問題了 那 所以羅牌不能亂買 羅牌如果買的羅牌不夠好的話 那 你的改氣的能力就會比數 好 那 這個泥塘霞場 尤其右邊 如果還遇到門對門的狀況 那就更不好 因為它霞場霞場一樣是靜氣不足 我們古人說的 泥塘霞場 它會長期居住使人心胸霞場 為什麼 因為靜氣不足 那如果再加上門對門 它就會講說 殺人不用刀 因為心胸已經夠霞場了 好 那個要跟人家打架 要跟人家吵架 一下子就被吵出來了 所以 如果 機器能力許可的狀況之下 你們要買房子要買怎麼樣 你們都知道了 外面的考慮 第一個 外面要乾淨 不要有地道 不要有樹 不要有沖煞 不要有路沖 對不對 這是各位知道的 如果面對小區的內部 那一定有足夠的名堂 第二個 如果各位經濟能力許可的狀況之下 最好買一個房子 大門 夠大 中間的大廳 也夠大 而且 大廳裡面最好不要有什麼鏡子 什麼這些奇怪的東西 這樣子 你的整個大環境 基本上就是 至少有一定的分數 那我們再上去 再看上面的情況怎麼樣 房子裡面 還有房子裡面的布局 的問題 好 再來 這個也是我實際上 遇到的一個狀況 它喔 我從樓下兩個掛位 跟到他樓上兩個掛位 不一樣 那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一樣 那一定是 中間氣在運行當中 遇到的主台 那各位知道 氣是爬樓梯爬上的 所以我就跑去他樓梯間一看 結果一跑出去看 他們樓下住了一些很節儉的爺爺奶奶 然後他們就去檢食路上的一些可回收的資源 然後堆放在樓道間 那當然它就造成氣能破壞 實地測量 事實上我之前發現出掛座 才去看樓梯間 才發現這個狀況 所以各位知道喔 如果你們住的是老公房 如果你們住的房子是有樓梯的 鄰居如果占用樓梯去放鞋子 放雜物 它就會對於樓上的氣象破壞 依據消防法會去檢舉它 為什麼 當然第一個它影響安全吧 那第二個是它事實上對於風水來講 它是對於氣造成的破壞 好 再來 現在講到內部的規劃的重點 好 像我們的樓梯喔 尤其是早期的建築物的樓梯 經常會看到這樣子的狀況 樓梯上來會看到一個樓梯 一個窗戶也不會長很低的 那氣走到這邊 它就會直接陷出去 不管這裡是不是玻璃 不管這裡是什麼東西 反正它講是空的 即使是玻璃 玻璃能夠擋氣效果也是有限 有限地方 這個地方還不是玻璃 而是一個窗戶 所以它就會對 等於這種情況 氣要上來二樓就很難 尤其就是旁邊這裡 又是這個狀況的話 又是空的話 氣要上來 基本上會跑不上來 二樓氣就會很弱 二樓的氣很弱 二樓的人氣就會少 這一個是我在山東某個店鋪 幫他們實地看宅看到的一個狀況 這是一個毛黑房 這是一個毛黑房 然後它是一樓跟二樓 兩層樓 所以我就建議它 這個地方一定要封掉 這個三角區一定要封掉 然後這個玻璃的地方 一定也要封掉 最好把它做成展示櫃 因為它是一個店鋪 這地方最好做成一個展示櫃 來一點燈光會比較漂亮 而且它會使得氣不要散掉 那如果有窗簾遮住呢 窗簾遮住可以 但是我們事情不能說絕對有 或是絕對沒有 窗簾遮住本來是零 本來是假設它本來是 假設窗戶它是零分 因為氣會完全散掉 那如果是玻璃它可能就有五十分 但是五十分其實還會散掉 加上窗簾它可能變得七十分 還是有三十分的氣散掉 那有些也會跟我講 我還遇過一個業主最厲害的 他死磨不願意封 他就跟我說我可以拿個軟木塞板 也可以啦 但是就是變七十分 那還有三十分還是你願讓它不見嗎 那我的話我可以跟他講說 當然建議你還是最好用木板把它封起來 好 再來 這一個也是在南京西路拍到一個店面 那樓梯本身就是一個 因為各位剛剛有聽我說過 氣開到樓梯就會想爬 因為它要上去嘛 然後呢 尤其在樓梯的位置 如果在店面或是房子的中心點之前 就叫中宮造梯 它會造成氣進來本來應該在中宮聚氣氧氣 但是它還沒有聚氣氧氣之前就怎麼樣 先爬上去了 對 所以樓梯一定要放在房子的最後方 如果不能放在房子的最後方 最起碼也應該放在中間裡頭 那像這種一樓的面部聲音就會比較那麼好 好 然後氣會直接上去到二樓 好 然後這也是南京西路的電影 這兩間都是 這個大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整個是一個菱形 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它不是正的 各位這個都看得出來 對不對 它這是斜的 然後這邊是直的 上海很多這種電影 這種大天不正 這也是很大的確定 那為什麼大天不正是一個缺點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地面有八卦 八卦 那八卦之氣 各位都聽過缺腳吧 對不對 為什麼缺腳不好 因為八卦之氣 有陰陽有五息 八卦之氣必須完整 它養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氣 萬一某一個卦的氣缺了 它養出來的氣就是一個不完整的氣 那像這種狀況 它一定會造成缺腳 那缺腳就是八卦之氣不缺 然後就會造成 防止你的氣場就會出問題 這個不只是 那個門面不正會有問題喔 如果你家的庭院不正 你家的庭院 有些有庭院對不對 庭院是不是有圍牆 你的圍牆都是斜的 那你圍牆裡面這塊區域是不是也是太極缺腳 它養出來的氣也會有問題 那進入房子就會有點問題 那它相對的它就會傷害到那個掛位所對應到的人 那傷 那如果你的房子再加上有其他缺點 譬如說門口有入抽 等等各種缺點 門邊就有小河 什麼有石塔 有各種外局的缺點 加進去的話 它就會對於那個包圍所會應到的人 產生一個傷害 好 再來 這個 就是剛剛那個樓梯的那個例子 樓梯有超過那個毛黑房的例子 同一間房子喔 然後那時候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老師老師 這個房子裡面有這麼多柱子 我可不可以要這個房子 大家都會覺得房子裡面有柱子 就不是好房子對不對 很多人會這樣想 但其實這很好處理 因為第一個 柱子它只要不要在嚴重的部位就好 而且柱子它是可以做處理的 好 就像這樣子把它包起來 做成圓形就好 那為什麼 因為圓形它有活氣跟轉氣的作用 那如果在適當的地點 把 如果在適當地點 把這個沙發做起來 這個地方它如果它又是一個房子 一個好的方位 它也可以吹往房子裡面起 它會更好 好 所以其實柱子不用怕 柱子只要做適當處理 它就不會造成什麼問題 好 那像這種房子就是我們 最 就是經常看到的房子 因為為了採光 下面這一半都是空的 好 然後像這個下半部 這個下半部也都是紅的 甚至這個 現在很多人喜歡做這樣的設計 就是整片是空的 整片是空空的 而且如果外面是黃土漿 它更喜歡 對不對 風景多麼優美 但是它是一個散氣的設計 那這個散氣 它就會使你的氣無法聚集 那對房子來講自然就是不好 因為我們講房子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風水的重點就是長風聚氣 好 那我們待會兒還會看到房子的好方位 都快發揮 如果 散氣的部位 這個散氣的部位 是剛好在不好的方位 那就算了 沒關係 不聚氣就不聚氣 那如果 它的這個地方剛好是財位呢 如果它的這個地方剛好是財位 那是不是 我的財位是不是一定要聚氣 才能夠利用這個財位的這個好的氣 對不對 如果氣散掉了 這個財位我去催望它 各位聽得懂吧 我要去催望它的條件 是必須它本身有氣 如果它本身沒有氣的話 那這個財位去催望它 你要催什麼東西 就是沒有東西可以催啊 好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客戶它實際的意思 我就說實在 它的前面的那個人應該也懂風水 它就把下面這個地方把它貼起來 做成透明的 那至少第一個保護隱私 第二個它有一個 好 我們剛剛比如說玻璃 可能有50分的檔氣效果 還有50分會散掉嗎 貼了這個東西 雖然說不能說百分之半 但是可以達到70分 那當然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做個10的櫃子 10的櫃子把它打掉 那就100分 好 所以像這種我們就會比較害怕 現在房子非常多人有這樣的設計 好 再來 我們門口 如果門口剛好是柴位 尤其是現在很多店面門口 都是做一片玻璃 一覽無遺對不對 因為這樣子人家從外面可以直接看到一個商品 然後增加購買的慾望 好 但是第一個如果門口剛好是柴位的話 那這個它就會散氣 所以在外面如果做這樣子的設計 它會讓門內至少這個地方是請人聚氣的效果 還有第二點 我們都知道鏡子會對氣窗從破壞 大家都知道鏡子不能對著床 鏡子不能對著門 這個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為什麼鏡子不能對床不能對門 因為鏡子會把氣反射回去 所以鏡子對著門 鏡子對著床 鏡子對著 尤其是房間門對鏡子啊 什麼這些都不好嘛 因為它會對氣窗成破壞 玻璃 來各位看這個玻璃 是不是有類似鏡子的效果 所以鏡子 玻璃也會把氣反射回去 所以門口如果整片都是玻璃的話 在理論上來講 它對於氣也是一種破壞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看到客戶的門店設計 門口整片都是玻璃 我也會建議它做一些處理 怎麼處理 像這種處理方式就滿不錯的 它要兼顧到設計 又兼顧到宣傳宏告 而且還兼顧到巨蟹的效果 那如果它不這樣做 也可以放一些盆栽的啊 或是下面貼一個霧面的啊 反正總是有很多方式可以處理 第一個你要讓它不反光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希望它的居氣 這是大原則 那處理方式就要看客戶的需求 以及跟設計師之間的溝通 好 那接下去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最精彩的部分 我們房子 我們在內局規劃上怎麼規劃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案例 這個是一個在上海的案例 不然我們 outside 我們在下海的案例 我們會有什麼 在下海的案例 就升任有我們